伕生里子 把猪架开到2米4米 将3米16米的酱黄开到2米4米 鋪上鋪上鋪 你一個人做的 我們盡量不要放進去 因為有些環境很骯髒 我們固定的第一粒 雞眼螺絲 固定第一粒 雞眼螺絲 我們就 進入這個帳篷 這裡是第一個頂位 是 這個是中間的 第三粒 是 我們把頂部 大概這樣 先放上去 到這裏 基本上你的頂部 這裏就沒有放進地下 我們固定其他 螺絲位 三層六中間這裏 基本上有個位 然後 之後是 在叫頂部 然後是 鋪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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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魚鋪屁 中間這條柱 它有魔術位 折扁 前面就可以了 後面有魔術袋 放一放 然後裝上最後一個螺絲 到這裏 到這裏 我們看到 這個黑色鎖在這裏 我們一定要把帳篷再撐開 撐到大約兩米半成五米 方法 我們再盡量撐開一點 一個人做到這個階段 現在開這個帳篷的關鍵位 就是要把這些黑色鎖推上去 接著 就是拉高一些柱子 一隻腳 夾著腳板 我們推上去 立斜的 OK 第一個鎖 現在的鎖篷已經開了三條柱子 我們一定要開其他三條 總共六條 好了,那我要去鎖 好,第一,鎖 其實我這樣是不會推到上去的 怎樣都推不到上去 我們要盡量把鎖推高一點 怎樣做呢 好了,去到這個位置可以嗎 我都不知道,現在試一試 如果不行,就要找一個人協助 那個人怎樣協助呢 那個人就要站在中間 幫我這樣托著 這樣托著 黑色那個人就會推到順弱的刀 那我就會很容易地推上去 那現在我試一下 看看可不可以鎖到第一條柱 不要讓它煮下來 OK 那現在試一下 OK 是可以的 即是說 你用這個方法 都可以 開到這個帳篷 那我把其他六條柱 那現在就是第二條柱 現在就是第三條柱 現在就是第三條柱 中間 我覺得它有點難開 那我就開了 先開四條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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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條柱 再三條柱 再四條柱 再四條柱 第五條柱 最後一條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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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即是說 你也可以這樣做 這個是三米乘六米 私印頂部的帳篷 這個白色是什麼呢 這個是上邊的 毛毛毛術貼 用來貼什麼呢 就是貼到四邊圍部 它的高度有點不同 好啊 這個呢 這個呢 那個高度呢 就是最矮的 大概一米八 這個呢 就推到最高了 歸七 40cm 就是大概高到兩米一 那大家都應該清楚 一個帳篷那個 柱的高度有多少 OK 多謝